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今年2月,三星正式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手机 三星Galaxy S23系列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关于三星下一代S系列旗舰 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消息也开始陆续出现 按照目前的消息 三星Galaxy S24系列将包括Galaxy S24 Galaxy S24 Plus和Galaxy S24 Ultra三款机型 代号分别为Muse1,Muse2以及Muse3 相关媒体报道称 三星计划在明年推出的三星Galaxy S24 Ultra手机上 引入全新两样13而来的面板 此外最高内存为16GB 而在此前,相关媒体报道称 德国半导体材料供应商 默克公司已由2022年在京街道平泽市保长工业人区 建设一条用13材料专用生产线 满足三星Galaxy S24系列 两样13而来的面板的需求 根据量产规模 S24和S24 Plus也会采用产线13面板 据了解 全新的三星Galaxy S24系列智能手机 将会在明年正式发布 这次系列的亮点之一 是其支持卫星通信技术 尽管相较于竞争对手 三星的这项卫星通信功能推出较晚 但无疑将为用户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更多选择 据外媒报道 三星与卫星通信功能提供商一星通讯 达成了合作关系 一星通讯拥有全球范围的卫星通信网络 覆盖地球上的各个角落 包括南极和北极地区 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卫星通信功能 将使用户能够在没有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地区 使用卫星通信 从而在紧急时刻获得及时的救援和支持 这项功能的引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更可靠的通信选择 特别是在遇到地面网络受限的情况下 除了卫星通信功能 全新的三星Galaxy S24系列智能手机 还将采用不同的处理器版本 以适应不同市场的需求 预计欧洲市场将会推出自家研发的Exynos 2400处理器版本 而美国等其他市场则会提供高通骁龙8晋三处理器版本 总之 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推出 将进一步丰富手机市场的选择 引入的卫星通信技术为用户在特定情况下 提供了更可靠的通信手段 随着更多详细信息的发布 消费者们对于这一系列的期待也在逐渐升温 在内存方面 三星Galaxy S24和Galaxy S24 Plus起步 将从8GB提升到12GB 而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内存为16GB 此外 曾有爆料称 三星Galaxy S24 Ultra手机将支持5倍光学变焦 不过 随后的一份爆料显示 三星Galaxy S24 Ultra并不会升级至5倍光学变焦 而是沿用和前代相同的三倍长焦相机 数码博主爱兵宇宙 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 该博主表示三星Galaxy S24 Ultra 将升级3X长焦镜头 从1000万像素升级到5000万像素 会大幅提升3X到10X变焦能力 能拍出更优秀的远景照片 另有爆料显示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主摄 依然搭载两一像素的ISOS HP2传感器 10X长焦镜头也会有小幅优化 作为参考 前代三星Galaxy S23 Ultra后置四摄 分别是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 两一像素广角摄像头 1000万像素10倍光学变焦长焦摄像头 以及1000万像素三倍光学变焦长焦摄像头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三星Galaxy S24 Ultra在影像方面的升级 主要体现在长焦镜头上 除了影像信息 关于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其他相关信息 也在网上出现 同样来自于数码博主 I-BING宇宙的爆料显示 三星Galaxy S24 Plus和S24 Ultra 额定电池容量分别为 4755毫安时和4855毫安时 点心值约为4900毫安时和5000毫安时 作为对比 三星Galaxy S23加内置4700毫安时电池 三星Galaxy S23 Ultra内置5000毫安时电池 也就是说 三星Galaxy S24 Plus的电池容量没有提高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电池容量没有提高 另外 三星Galaxy S24和三星Galaxy S24 Plus预计 将采用更窄的边框设计 其中三星Galaxy S24 Plus有望配备 6.65英寸屏幕 内存8GB起步 据悉 三星Galaxy S23 Plus的屏幕尺寸为6.6英寸 内存8GB起步 三星Galaxy S24 Ultra还将有望配备钛金属中框 其他规格方面 三星Galaxy S24 Ultra有望支持 144Hz屏幕刷新率 核心搭载高通骁龙8Gin3 for Galaxy芯片 运行基于Android 14的Wall 6操作系统 支持卫星连接功能 作为对比 三星Galaxy S23 Ultra配备6.8英寸屏幕 分辨率为3088x1440 峰值亮度1750逆地 支持1-120Hz自适应刷新率 不过 目前距离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发布 还有着一段较长的时间 其实际的情况如何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保持关注 大家对Galaxy S24 Ultra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